大家好,歡迎來到這集的曼聯新聞 一分鐘,這集節目就像之前跟大家所說 Carwin正式跟我們續約,續約之後 跟官網做了一個訪問 今天這集跟大家講講訪問 為何他會留在曼聯,跟我們有份,請留心聽 官網訪問,什麼事情可以留下多一年 第一件事,先謝謝你 如果我要很認真地回答這個問題 為甚麼推動我會留下,其實就是這個球會的意義 曼聯作為一個球會 很多人在背後做了很多事 最重要的是球迷 我慢慢在這裡生活了 幾個星期幾個月之後 令到我越來越喜歡這個球會 在我個人的立場 在球會和我有一些聯繫 你的隊友和每個人在球會裡面 都令你感覺良好 你完全覺得自己屬於這裡 這件事正正是一個最大的動力 令到我 可以很想留在這裡多一年 我現在當然很興奮 因為 未來留多一年我一定會 奉獻我的所有給球會 在球場上高,希望可以幫到球會 亦都,最重要的是甚麼呢 希望為 各位球迷 帶來一些開心 即是贏球 我想這個主要的意思 以及踢得好 記者就問了 究竟蘇斯一查在你的軸腳上 有沒有一個 決定性 或者有多重要呢 他就說,如果說我和 領導的關係 其實呢 他在簽約那一刻呢 已經是 一定程度上我感覺到他的影響力了 那麼 尤其是當他最初 都簽約的時候 說了一些關於我的事 以及一直下去這幾個月 他都有一些關於我的事 公開地說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說蘇斯一查是很肯 將他那個對我的感覺 跟我分享 告訴我 亦都 給我 告訴我 他對我是很有信心的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要時間 才可以建立到 亦都證明到 他去到最尾 其實現在的 差不多一年時間 亦都告訴我 其實蘇斯一查 給我一開始的感覺 到現在呢 都是一樣的 除了蘇斯一查之外 其實 很多時候 都有其他的 教練或者隊友都跟我說很多東西 所以這件事就令到我 就覺得 大家對我的評價都很高 這件事我當然開心 我都真的很想 奉獻到我的球技 或者我的才能 給球會 他說另外想加多一件事 就是 我的隊友 其實 他說 我是 很深深感受 到我的隊友 有多喜歡我 或者我多喜歡我的隊友 因為在庚基斯裏面 他們不停地說 卡雲尼 你不要走啦 留下啦 我們很喜歡你的 我們不想你走 他就說這件事 就是 球員之間 或者隊友之間 這個感覺 是令到我 感受到很深 所以呢 亦都感動到我 令到我 好想 留下多年 為萬聯合力 另外 記者就問了 其實 當時來說 你家人是怎樣看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 有些 消息就說 其實他為了家人 想回到南美那邊 是不是 他就說 你說得很對 其實以我們 南美那邊的人 來說 家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是說 我的 太太或者小孩子 那麼簡單 我整個家族的人 對於我來說 都很重要 我自己 因為去了歐洲踢球 所以我就錯過了很多 和我家人相處的時間 那所以呢 我真的對家人 對他們不是太好 所以其實他不停地想 是不是要做一些事情 是不是要回去 跟他們 生活在一起 共同度過一些時間呢 但是 他說現在 證實了一件事 原來 他的太太和 子女 真的去了曼斯斯特 他說他們來了之後 我們也有一個 很仔細 或者很深深的 去討論 這件事 他們也覺得 由於 在曼聯 我是很開心 以及真的 做到我要做的事情 所以呢 他說他們這一家人 包括他 太太和小孩子 就願意犧牲 但是很清晰 他說這個犧牲 不是一個負面的犧牲 是一個正面的犧牲 可以犧牲多一些時間 繼續在這裡 繼續為曼聯 踢球 不過 家裏那裏 可能 退遲一點 才回去再跟他們相處 即是說 卡羅倫尼終歸都是會回去的 看過世 一年之後 他都很大機會 會離開曼聯 或者離開歐洲 回去的 所以呢 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 始終他們 南美那邊 家裏很重要 他的 太太和 子女 終於可以和他 在 曼斯斯特一齊生活 我覺得這件事 更加 都是讓他留下多一年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OK 另外 記者就說 在社交媒體來說 很多人喜歡你 你的感覺是怎樣呢 當然 在我內心當然是很開心 因為 我是一個 是一個 team player 永遠 我都是為了團隊服務 我也是一個球會 很重要的 他說我是一個 team player 和一個club man 他願意為球隊做事 亦都是一個 效忠球會的球員 我是一個club man 我很清楚 足球不是一個自己的運動 所以我知道 我不是一個個體 我 就是 跟球員一起 和球會一起 合作 去踢球 才可以踢到一些 好的足球 以及有娛樂性的足球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他之前說過了 就是帶給球迷 快樂的一個 就是他的工作來的 所以 其實他 都很期待 都很期待 布特福 有球迷的日子 他就可以在這裡踢球了 所以呢 如果 用一個總結來說 聽完這個訪問之後 其實有 四樣東西 令到卡雲尼 為什麼會在 曼聯續約多一年 的因素 第一個因素當然就是 球隊 他表現得到 他亦都可以在球隊發揮到 他的足球 這個我想重要 第二樣東西就是說 他跟家人談過 他的 即是immedia的家人 現在去了 馬斯斯特 跟他一起生活 這個都是一個 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之前如果他有一個人 可能真的很難過的 生活 第三樣東西 當然就是他的隊友 包括領隊和教練 因為你都聽到了 其實隊友都不停要他留下 我們之前都做過一集節目 就說 Buno好像出了聲 結果 我想卡雲尼都間接地證實了 Buno真的有出聲 或者甚至乎其他隊友都有出聲 第四個也是最後的因素 當然是 我們 我想 無論是當地的球迷 或者國際的球迷 很多大部分的球迷都很喜歡卡雲尼 這個那麼有魔性的球員 我們也有很多朋友 在社交媒體那裏 都可能 打了很多留言 希望他留下 亦都可能 起碼在很多的 不同的方式形式之下 都希望他留下 最後他也是聽到的 亦都因為這樣 他都願意犧牲少少 跟家人 相處的時間 希望可以在萬段 做點事 老實說 我都說過 你看看這三個重心球員 班奧 普巴 以及 卡雲尼 當然可以算上 麥加雅 都可以的 但進攻來講 就是他們三個 如果他們三個 明年都願意留下 在萬聯的話 我都很肯定 他們三個覺得 我們明年 是有條件 去做一些事 包括挑戰英超的錦標 甚至乎 看看歐聯那裏 有沒有可能 去做好一點 甚至乎去挑戰 所以 是正面的 還有 我更加個人的希望 球會方面 答應了他們 我們會增強實力 當然 就算球會肯付錢 增強實力 眼光也是很重要 究竟蘇斯亞查 和John Myrtle 和Darren Thatcher 這幾個 足球部的 重要人士 他們眼光夠不夠 還有 球會是否真的 信他們去買人 這幾樣東西 我想我們接下來的轉會槍 都會和大家留意的 但無論怎樣都好 卡雲尼的續約 來到多一年 肯定是一個 好事的 開始 關於球隊的成績 OK 這次來到這裡了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